一定要把 一定要让子高特发挥啊 子高特不发挥的话 确定了 确定了 俄罗兰加九统这个终椅 看到了这个石头人 朱美是入侵了 大大的话上路 上路有没有想到朱美在这里 这边 大树有树娃德在这里 很清楚 这边的话看一下 树娃德站到了 可以 是个机会 先杀忽敬 有了 报道 有了有了 漂亮 这一波树娃德立功了 这波树娃德立功了 而且这一波的话是朱美过去 然后其实有没有什么 我觉得一样 因为 互尼是想配合朱美来打一波的 我跟你说这波是什么 是 乌拉克的那个 探照朵石害了他们 对 他以为场场不在上路野区 他们一照方向 场场不在上路 而且怎么五分钟下了塔 就这样子了 很舒服很舒服 中路这个点上 我觉得中塔是很难像 刚才这样去推掉的 所以说 如果这种情况下推是OK的 这也没看到你 能不能打断一下 打断可以的 这一波 下来下来宝贝 走投无路 来了来了来了 连到了 出起来了 小黑这边 收Buff 舒服 此高特这边再拿一个双Buff 这一下小黑的入侵 哎呀这个眼卫谁放的呀 这么 这么好的一个眼卫 这应该是对线机放的一个眼卫吧 因为是一个真眼 应该持续的满长时间了 刚才没有注意 这个眼卫立功了呀 立功了 这个此高特舒服了 一开始可能被压的一些初期节奏 通过刚才这一个人头加双Buff 现在他可以做事了 这个眼卫值500块钱 500块钱 5600 已经非常的梦幻了 很梦幻 很完美这个开局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打SKT你一定要随时小心 哎 不要犯错 男生突然 随时小心 连上了这边定住 后续伤害没有跟上 那第二招列子来了 逼出了双张 小方跳起有点暴躁 闪现一张 漂亮 击杀大刀 美好给一次一个打的死不了 哇 这阶级怎么打的 如此的凶惨 这一波漂亮 超了这个闪现打的 普通的对后一下伤害 是的 成功击杀让了对方后继的一个核心carry点 过了只差一个刀的那个 他应该是最肥的 小流人 这个忽宁 忽宁很脆 很脆很脆 一闪 击杀 球技能要减速 哇 漂亮 这边打招留着炸回来 这边打招留着炸回来 这边把他下一条伤害 第二组的技能伤害 爱波来了 保护一下球头 抽到这一页 没有问题 爱波收到这个人头 继续继续 对 忽宁来点压力 这样打就对了 而且这边打招过来有点危险 爱波小心 这一波的话 对方的伤害 伤害 这边打招也不太够 直接看着老师伤害 等待下一个技巧 闪现裹开八条的球 闪现总花鸟就可以了 这一波W技能 其实没有和队友站在一起 稍微有一些W上的失误 这一波可惜了 要不然可以拿下我钱 对 有也可惜 但是若不然现在的强势期 已经来了 我们看见爱波在15分钟的时候 只领先了两千的经济 很夸张 哎 FD敢接这波团啊 忽宁是有传送 忽宁有传送过来 但是帽子也有传 大树也传了 这一波 直接给大招 要留人要留人 现在是阿姨菲克 菲克这边进化交换 风景大树保护线队在后盘 布拉克也被打这个半选 这波可以撤 可以去反身打这个下午前头吗 可以打下午前头 或者谁有TP谁带线 谁有TP谁带线 然后其他人去 这边没有TP那个去跟团 菲克这边没有进化的 哎 这边要捆上了吗 队友跟着有点慢 这边 SKO SKO也来了 菲克这边应该要闪了 要闪了 谢谢大招 开着布拉 而且布拉克也是必须的一个小线 那这一波接着Faker 还有时间可以拿 俠虎先锋有了 蓝帽也有了 中路的塔的话应该是没有 哇 这真的是节奏一波接一波 对 只要我们的视野好 只要知道对方的专时技能的CD 我们也就会打 这一波还不还 稍微的血量被消耗的有点残 不过还好后面有路途一个保护 做到防守自己的塔 另外的话不能被轰击单吃 而且你看这个轰击 现在还不是说特别特别这种 他现在肉装还没有完整起来 还要三件套才能打团 对 哎 这边 哎呀 这边 大招也没有连住了 伤害不够 差一点点 又是长奖 拼过来一个头子直接炸死了 哎 再拼大龙了 再拼大龙了 我们看到 这一波的话 帽子可以先回到二塔树 可以先回到二塔树 然后再加GP 搬这边先打一个后马虎 这一波能不能再一个人 再一个人 大龙也有了 但是这是一个猪妹 有点难捏 一个猪妹皮糙肉后 这个猪皮有点肉 而且八条现在有一个女妖 手高地吧 手高地 手高地 必须要逼个剃猫回来了 这边的外面的眼卫 并没有清干净 这里照理一下 看着他打龙的进度 对 关于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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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眼卫可以 但是 对手没有来到取消吗 先给一个大招 好 这一波是要 掩护 掩护拿龙 但是需要有一点 急先回家 急先回家 对方在偷家 可以可以 龙打下来了 有了有了有了 这一波龙拿下来 这一波回家 回家回家回家 互尼扛了半天的塔 这就是一个残血的状态 而且下路高地 没有掉 没有破 没有破 漂亮 这一波可赚 这一波帽子的一个 GP给大 还是蛮灵性的 蛮灵性的 这一波帽子是逼你走 并不是想开团 对 非常地关键 SED是想 想稍微守一下的 但是巨魔不在 拉了三个人 打了一些杀了出来 Miko Miko交出自己的闪现 没有秒掉 这一波走位 还出现了失误 这个他照片还是好 拉的还是好 Miko这一波藏球 这一波藏球藏得让一滴心 是没有能够找到机会 但周洛斯高的把他带上来了 SK在这边点塔能力也很强 对 没有大招 要比高地 这波漂亮 这个大树大招 忘了可以的 先把你停脆 小心猪没的大招 拉开距离 拉开距离 这边先减速一下 忽敌 忽敌被练了一下 可以 忽敌血量很残 这边前排是前排 后排顶住 艾波的汉 GP的守卫 找机会在点 发条没大招 先把牌子两招再装 这边先把一个水晶点掉 漂亮 下路高地破掉 这一波我们去拿风龙 然后再策划下一波的进攻 先亮牌子震慎你的心里 现在感到忌惮 这一波打完以后 打出了一个期限的持续优势 但是那里马普 仅仅给他们增加了1200 先把视野做一圈 Scout Scout 这边只有一个猪妹 倒不担心 哦 刚好记得 这一波布莱克的大招 丢的是有一点 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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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一波打招 没有的话大 朱妹没打 朱妹没打 朱妹没打可以逼一波 小心发张的球 对 可以逼一下 要逼了要逼了 朱妹没打 没有开短手段的呀 艾波直接放来一个一技能 过去 这就是陆弗兰的打法 这就是陆弗兰的打法 陆弗兰陆弗兰 注意一下自己的位置 这边败已经在这边 等住了艾波 这里注意一下位置 只要没有朱妹的打 直接大招逼了 这个时候很自信 逼走位 这边大树可以跟周的黑 往前抬 艾波的第一线没有输出 但是周他有了 他有了 巨魔来了 巨魔来了 可以拉扯 可以拉扯 先拉扯 大树里面吃了一个 朱妹的壁动 这边要等一下 下场的球 哇 没有避山拉 菲尔很贼 等一下等一下 拿手一下 要艾波出处 要艾波出处 快 又有了 巨魔 能不能表现 巨魔快 巨魔了 这边闪着过来 闪着对方的后排 撞着一个机身 死高了要小心 这边不前排太远了 死高了被秒了 这边的话惨了一招 但是对方的出处 已经全部打开了 这波可以撤了 这波可能要止损了 跳出来 大招来 大招来 被打断了一下 这波可能是有点难 因为前排太肉了 一波double kill 被BEN收下了 而且大招马上抓起了 这一波真的要后撤了 这一波RT的名言是卖的 不应该着急 对 这一波不能着急 但是我们看一下艾波 这个时候他有想法 艾波这个时候 这个小孩子他有想法 哦 差一点 艾波闪着过来要上 没有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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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着急了呀 哇 一波团面零换舞 二波团面零换舞 熟悉的剧本 哇 这一波打的什么 太着急了 这个时候有点急了 其实巨魔 过来应该先拉扯阵型 让艾波去白A塔 其实刚才SKT的阵型 比我们好太多了 要利用自己手长 跟输出的优势 要白打他 黑弹状放纷针塔 不要强开 强开的话 直接对方发强啊 老鼠这些爆发能力 不比你弱的 那这一波在丢失掉大龙之后 SKT一波打回了5000的经级优势 并且在正面团战上 现在已经很难打 因为这个巨魔 他终于偷起来了 这一波巨魔真的是在卖的 对 这一波其实就应该 用艾波的手长 去打白打韩星了 这一波刚才有点着急 我觉得 刚才有点着急 这一波省先进去 你强到后排 对面的这种反手能力特别强 什么Wolf呀 什么这个猪魅老鼠 对了 这一波真的急了 真的着急了 现在这个版本 应该是一个消前排的版本 对 慢慢白打对方的前排 因为我们的手长啊 我们有不处 但我认为艾波这一波的话 选择也没什么错 就是你上去 如果能打架发强 延缓对方打大龙的时机 是OK的 如果说你回去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阻挡 对方这一波大龙 聚模有大的时候 其实对方打我们这个 前排的时候会很快 但说实话 SKT对于大招的施放 做得真的很好 艾波 还有大龙帽子 还好 孤队也有 闪现在手上 蓝星是大招打走 大招拉着两个三个 哇 这一波就给你 要走了 要走了 完了 掌炮被秒了 我的天哪 而且双筒这边也很难跑了 哇 这一波背后的大招 要了七米 双C 双C在后期 这一波抓机会的能力 直接要排阔向到底了 这个队确实太恐怖了 这边的话 应该有点难受 有 有可能会被一波呀 有可能会被一波 越难受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AOE能力 看下怎么选 过来 SKT 去留 成绩 可以 把兵线清掉 兵线清掉了 先拖住 先拖住 等待小胖复活 还有两个兵 这边SKT在 在清 最后这两个兵 但是 这一个远程兵 推掉了 把远程兵先拿掉了 但是这边要自己的量 这边小杀 要飞扣飞扣 飞扣有护盾 哇 这个血量 SKT SKT 要被点死了 金车躲了 对后一下普攻 但是 现在只能 只能慢慢拖 这一波真的回天乏术了 这一波就是利用自己的生命去拖 对 要等待这个小胖复活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冰线已经来到了正面战场上 这一场我觉得EDG尽力了 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做得最好 再有我们恭喜SKT以及G9 SKT 写手从这个小组出现 在最后的一刻EDG 还是没有能够完成齐聚的上面 在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 我觉得星赛上面还是稍显着急 稍显着急了 真的行摆了一手半九十 最后的一脚上 他们并没有能够把握得住 哇 真的可惜 这把真的可惜 因为我们前级打得非常的好 前级打得非常好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一局比赛不能怪任何人 因为自己把自己逼到了绝境上 就必须要自己把自己拉上来 最后就差一步 恭喜RCT 恭喜RCT 也是我们熟悉的那支队伍 又是一个翻盘 又是一个大翻盘 又是一个翻盘 小小在当中两场比赛 变成EDG 都是 要盘翻盘 但也许这就是RCT 队伍的一些抢带 以及他们的底蕴吧 恭喜SKT 我FAKER的发条跟这个HUNI的巨模 两个人偷发热能力实在太强了 在中期的时候实际上 EDG掌控全局整个地图的盘面 然后把外卡都给推个精光的时候 你依旧会看到 比方说EDG去做大龙的同时 HUNI一个人在下路 能够偷到高地前面 这样子的一个打法 对 就基本上是把下路 用自己的血量去扛着塔 都要拆的这种 因为正面的话 确实找不到特别好的机会 能打一个先手 所以说让巨模 带起一个分带的作用吧 因为巨模这个英雄 其实在拿到了聚久之后 他其实就是分带很强的一个英雄 这一场比赛 MVP是给到了FAKER的发条 主要他跟HUNI我觉得有点难分宣置 但是FAKER在几波包括说藏球 然后包括说团战中扣大招 然后来压制 EDG这边后排的走位等等的打法 真的是很精湛 他最主要的一个贡献就是 在EDG推进节奏的情况下 他稳下来了 他把兵线处理得非常好 导致EDG是没有机会 直接能拿到他后续的第二座高地的 然后拖到了时间 成功拖到他们团战的强势点 而且抓住就EDG腰肌这个点的话 他打团不是特别厉害 当那一波突进进去的时候 就没法回来了 我都看得到点点 去吧 前 � al